網路上撈資料到不同的裝置 其實每一個語言 每一個程式語言都有 而且其實還蠻相近的 雖然說看起來不一樣 可是我是覺得好像大致上都差不多 比如說像我們之前那個 在Android Studio裡面 之前有用到 有一個叫做HTTP Connection的類別 它就也是一樣可以 你給它一個網址 它就會幫你把那個 網路上面的東西全部撈下來 撈下來的方法就是一個串流 一個stream 因為網頁下載 它一定是慢慢慢慢慢慢一直一直 所以你會慢慢發現那個網頁 它不是一下子就看到 它是慢慢慢慢慢慢越來越多越多 因為它是一個 有點像你水龍頭打開 它不會馬上滿 它會慢慢慢慢 那個臉盆是慢慢水越多 最後才滿的 那那道理其實就差不多 無論說不同的工具 像Java也好 或者是說像在VBA裡面也好 VBA裡面也有類似的 它名稱不一樣 XML HTTP Request還是什麼 反正都有相關的類別 或者相關的物件 它可以幫你去做這些事情 那在JK裡面 那在JK裡面它就是叫agents 名稱不一樣 可是你需要告訴它的東西都差不多 你需要告訴它的東西都差不多 包含就是第一個 你那個東西的網址在哪裡 你要給我一個HTTP的UIL UIL就是它的網址 你必須讓我可以填得到那個東西 第二個就是說 你的存取方式呢 是用GET 或者是用POSE OK 那一般當然用GET GET的話就是用UIL 傳遞那個 傳遞網址 或者傳遞參數 那用POSE的話 就沒有傳遞 就沒有傳遞 但是它這個就是保密性會比較高一些些 那至於它的速度上面 其實網路上是討論說 用GET好像比較快 可是我覺得好像 至於一般性應用 好像感覺其實不太出來 那怎麼做 我想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網路上撈資料 像還有什麼Python現在滿紅的 也是一樣網路爬充 反正一樣就是從網路上撈資料 那它的道理其實你可以把它相關 想像成去那個什麼水塔 到你家裡一樣 把那個水龍頭打開 第一個你要先 有一條水管連線 第二個你要把水龍頭打開 水才會下來 到底是差不多的 水下來之後你要做什麼用途 就是你要去設計的 OK 到底其實不論是哪一種 這個開發環境 概念都差不多 那只是說這邊AGEMS 它這邊比較特殊就是說 跟不是非AGEMS最大的差別 非AGEMS是要整個網頁要reload 才能更新所有的網頁資料 但是AGEMS是部分資料更新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這個AGEMS的技術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有沒有在很多你購物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沒有重新整理 但是部分資料 像你購物有沒有 你下拉清單改變 它底下的什麼 總金額改變了 但是你沒有重新再跟資料庫要資料 有沒有 部分資料更新的話 通常我們都會用到 所謂的這個AGEMS的技術 這個在網頁的設計上面用的還蠻多的 那這個就是四個字的縮寫 A的話就是ASIGNAL的Java J的話就是Java JA J的話是Java X的話是XML OK 那實際上簡單講起來 反正就是跟HTTP網路Server上要資料 那它傳遞方式大概就這樣 就是請求改變 然後不需要所有資料 反正部分資料 那再來這個其他的部分 所以我想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比較重要的部分應該是看 這個有關JQuery的那個 Agents裡面的用途 那我們怎麼樣去就是利用那個 JavaScript 去對那個Server端去請求資料 裡面的話有幾個方法 包含就是說你可以用Low Low的話就是從網路 從那個伺服器端 把那個使用Agents的方式載入 另外有個GetStream 使用這個Agents的方式 執行那個資料 JavaScript的檔案 然後GetPost 這個剛剛有提過 GetPost 那一般用Get的話 如果你在網 就是網址上面 你會看到有一些參數 那參數的話呢 它就是哪一個參數名稱 先前面一個問號 參數名稱等於多少 然後第二個參數就是and 哪一個參數 然後就是它會有 直接讓你在網址上面看到 不過用Get的話 像UserName跟Password 就完全不適合 因為你如果UserName跟Password 也放在網址列上面被看到 那不是就怪怪的 所以一律不會用Get 會用Post 那也就簡單講 如果說像有一些常見的 比如說你們在那個電子購物的網站上 像什麼PC Home或Momo 你們看上面網址一定是一串 那種方式一定就Get 因為它沒有安全性問題 如果說你在登錄的時候呢 上面就不會 那就用Post 所以差別我想比較大的應該是安全性 考量Post或者是Get 另外像有一些網站 像之前股票的網站 或金融的網站 剛開始也用Get 可是後來用Post 為什麼 因為Gate的話 很多那個什麼 手機啦 或者很多的程式 就會直接去撈它 因為Gate的話 往上面看得到 反正直接傳參數 資料就下來了 那後來通通改成Post 為什麼 因為Post 你就不知道我傳什麼參數 那你也不知道可以傳什麼參數 所以你也不知道說該傳什麼參數 得到什麼樣的結果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大概再稍微了解一下 那其他的話 還有像Gate JSON 利用那個HTB Gate的方法 取得Json的資料 那我們 比如說以我們現在這邊 我們後面要用的 我上個禮拜有給各位看到 就是說 如何從網路上撈資料 像上個禮拜有給各位看到 有一個是抓那個 網路的資料 類似像這邊 公園的景點 那我看 我記得好像直接可以執行 他會直接把什麼 這個東西啊 直接從網路上撈下來 這個東西 是台北市政府的開放資料 那台北市政府的開放資料 他會給我一個網址 那我就把那個網址 貼到我的程式裡面 那我透過Agence的方法 自動幫我怎麼樣 把它Gate下來 Gate下來之後呢 問題就開始 那你要怎麼樣 剛好再把Gate下來的Data 就是一個串流的最後的東西 再把它怎麼樣 塞到那個ListView裡面 那就是問題的開始 所以呢 等一下我們可以拆成兩段 第一段就是 如何利用Agence 把資料抓下來 成功 OK第一個 第二個呢 再把抓下來的資料 做一些切割 那這個切割的話 你要怎麼樣去剛剛好 一筆一筆一筆的把它切割成功 這個就是等一下我們要看的 那裡面的話呢 在我雲端講義上面 有提到幾個重點 這個叫Agence的方法 它是這個JQA裡面的一個 Agence的技術核心 所以特別注意啊 這個方法Agence 那因為呢 它是一個功能強大的 客製化Agence方法 那它的語法 稍微有點比較複雜 不過其實這些語法 你將來都可以什麼 把它拿這個來當成一個樣板 修改裡面的資料就好了 OK 比如說第一個 前面一定是什麼 一個錢的符號嘛 指的是JQA這個大物件 大的函事庫 它裡面有個方法 有沒有 叫做Agence 一個瓜糊 瓜糊就是說呢 幫我去做後面的事情 那後面的話 再加一個大瓜糊 就是幫我去網路上撈資料 所以你需要給它一些東西 第一個 參數type 要是GET 我們用GET方法 但未來如果你要POST 你可以把這個改成POST UIL 指的就是網址 你要給它一個網址 對不對 這個應該都固定了 大部分我用的比較多的 還是用GET比較多 再來的話就是說 如果你這個 有抓下來的Data 那你要怎麼做後續處理 它會給一個Data的一個 叫做引述的物件 如果Succeed 你要去把這個Data 做什麼處理 那這個Data 它的結構 基本上就是 我們如果Json的話 那就Json那樣的結構 你必須把它做切割 切割的方法後面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用ForeH ForeH的方法 一個是用Fore Fore的方法 前面好像我們在那個 JavaScript前面的範例也有提到 所以我尤其上切割這裡 如果你對JavaScript不熟 恐怕就是問題的開始 不過各位不用擔心 這部分等一下我會提供Source Source還是會先給你們那個畫面 你要自己稍微動手一下 那這邊就是我們等一下的一個範例 如果錯誤 會有個載入錯誤 如果成功 就是這個 載入成功 那底下的話 這個我想各位Message 這個 這個LMessage 如果有一些錯誤的話 那你也可以用什麼呢 用那個 這個 一個 一個 Agents其他的方法 去把那個 錯誤的訊息 給抓出來 並且把他那個訊息給顯示在這裡 那你可以用Agents L的事件去做處理 那其他的話呢 有哪些實際上的案例 比如說像那個 台北市政府的開放資料 那我上個禮拜有提過 在那個台北市政府的開放資料裡面 那因為這本書是陳慧安的書 那他用了兩個方法 一個是台北市的游泳池的資料 一個是台北市的健保特約藥局 不過我後來試了一下 我發現 台北市政府的開放資料 常常在換位置 所以這兩個範例 之前可以run 現在發現 有點問題 不能run 不過沒關係 我們可以把它當成是 大概了解 第一個 我後面會舉別的例子 他是需要第一個把資料抓下來 抓下來之後 用我們這個裡面的程式 再把它顯示出來 類似像這樣子 那我顯示的話 比如說 我希望上面是大的字 下面是他的地址跟他的電話 OK 不過因為這個游泳池的資料 不能run 所以我把它改成那個公園的景點 就剛剛各位看到這樣 就是類似 我把這個改成類似像這樣子 也是大的字 然後他是在這邊 然後他的詳細說明在這裡 不過這個還是有 可以改進的空間 裡面包含就是 詳細資料應該可以跳其他頁面 不過這個 這個可能後面再來看 那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最後的結果 然後健保也是一樣 不過健保可以用Pause的方法 其實你也可以把GazePause的改 其實對於最後結果好像沒有影響 那接下來的話 你可以再看那個 我們的雲端白板裡面的 程式碼裡面 我這邊有相關的範例 假如說我今天第一個 希望把那個台北市公園景點介紹 這邊的開放資料抓下來 當然第一個目標 我們先做出類似像這樣 那我先連結到底下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有個來源 連結它 這個應該目前還在 點擊進來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台北市公園景點 然後特別注意 裡面它有一些簡單的介紹 它跟你講說 欄會總共會有這幾個 好像有1 2 3 4 5 有6個 那這6個欄會 如果第一個 我希望把它從什麼 台北市政府那邊給抓下來 那我要先知道哪些事 第一個 你可以到台北市政府的開放資料 找到這個 那其實你可以 或者是說你在那個 Open Data 的首頁上面 輸入那個 台北市公園景點 這個關鍵字也可以找到 那第二個就是說 它的使用的資料裡面 有幾個 一個是什麼呢 預覽 你可以預覽一下 那它也會秀出來 這裡面總共有295筆 其中的話呢 總共會有6個欄位 第一個欄位 它好像會自己加一個ID 那這邊 而且其實你會發現 這邊還有image 不過image我們第一階段 可能不會用到 如果第二階段 你想要把它怎麼樣 載入到我們的畫面裡面 自動把圖放在那個上面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有沒有 前面好像有做過類似練習 你只要提供一個網址 點擊進來 比如說什麼急功浩義杯 它好像還真的跑去那邊照個像 只是說這個杯照相 你要怎麼樣剛好在手機裡面顯示 這個它有一個網址 所以你也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網址給帶進來 把它在手機上面顯示出來 那這個第一個 你可以預覽 第二個呢 可是問題 你要的不是預覽 你要的是 你怎麼知道說 它那個王 它那個json檔在哪裡 那這個json檔 你會發現這邊有個下載 或API 我看API點擊進來 它好像就只有這樣子 其實這個就是它的那個網址 的後面那一串 不過你還是不知道怎麼串的話 有個方法 不外乎就把它下載 它會問你說 你這個檔案要不要存起來 因為我下載過 把它下載 儲存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它會是一個json檔 那這個json檔 副檔名就是點json 那我習慣上會用什麼呢 會用那個 這個這個 nodepeg++ 把它reload一下 那你會發現 它的結構一定是有什麼 中瓜湖開頭 中瓜湖結束 大瓜湖開頭 大瓜湖結束 然後呢 它的欄會名稱 冒號 裡面放什麼資料 欄位名稱 放什麼資料 總共會有六個欄位 有沒有image 然後一直到什麼呢 這個 介紹 然後介紹完之後 又換下一個 那一筆紀錄的話 一定是一個大瓜湖開頭 大瓜湖結束 那換下一筆的話 一定是豆點 大瓜湖開頭 又欄位名稱 又裡面的資料 所以我覺得json 當然我第一個直覺是感覺 為什麼欄位名稱要一直重複啊 對不對 這裡面大概有一半的資料是 欄位名稱都一樣 我不知道 反正json檔 它的好處 當然你就可以透過前面的key 抓到後面的value 第一個呢 我們知道說 這裡面的結構 第二個json檔的結構 第二個 可是我要怎麼樣 像可以在那個 抓到它的 它這個下載 比如說我想要抓到 這個json檔的位置的話 那這邊有個訣竅喔 這個訣竅就是 請你不要直接按左鍵去下載 你是按右鍵 右鍵裡面的話 你會發現有沒有 複製連結網址 那也就是說 像我常常都習慣用 開放這套 我不是去下載它 而是我要去抓到 它這個檔案放哪裡啊 那我可以怎麼樣 按滑手右鍵 去複製它的那個 連結網址 其實複製完之後呢 這個就是它網址放的位置 所以你把它貼上 並且前往好了 它就會怎麼樣 直接變成下載了 那也就是說 我有這個網址 那我就可以怎麼樣 放到我那個json檔 json的那個部分 去做一個練習的動作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可以把剛剛這個地方 假如說我第一個 我要做一個那個 就是顯示成功或失敗的話 那我就可以把UIL這個參數 改成什麼呢 改成那個 我剛剛的那個 把它貼上就可以了 把它貼上這個網址 貼上之後的話呢 那再來我就可以去 把這個給下載下來 所以請各位 第一個先稍微了解一下 那個我們剛剛講的這個部分 台北市政府的這個網站裡面的資料好了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如何把資料抓下來 並且顯示在那個 我們的畫面上面 這個第一個 然後裡面 第二個 就這個 我剛剛講按右鍵 複製 那我們待會要做的就是第一個 也就先把介面做出來 把它在這邊顯示了 程式碼的話 大概就是幾段 比較關鍵的地方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然後